創下FromSoftware历来最卖座记录的艾尔登法环 横扫了当年大大小小的各种游戏奖项 说它是2022年最风光的游戏绝对是当之无愧 所以游戏上市一年后说要推出DLC的消息 自然让全球玩家兴奋不已 只是这一等又是一年过去 好不容易艾尔登法环黄金树优影 终于释出了第一支正式宣传影片 而且也直接宣布游戏将在6月21日推出 这次的黄金树幽影 故事将围绕在玛丽卡与拉达刚之子 尼凯拉的身上 同时也会更深入去探索玛丽卡女王的过去 DLC的故事完全独立于本传之外 同样也有自己的结局 整体难度则是接近本传后期 而且也会有类似像女武神马连尼亚那样 不是非打不可 要玩家自己选择要不要去挑战的强大BOSS 想要玩到资料片的内容 玩家至少要打倒先写君王蒙格和碎星者拉塔恩后 才能透过触摸这个干枯的手臂 传送到这次的全新冒险地图 幽影之地 如果觉得难度太高的话 也可以透过刺服 随时在本传的交界地和幽影之地之间传送 除了更多的敌人 装备 魔法和导道之外 这次也追加了八种全新的武器类型 甚至还有范围仅限于DLC的独特升级项目 艾尔登法黄黄金术优盈的研发时间超过了两年 规模也比以往 奥尔所开发过的资料全高海大 说不定阿萨卡又有机会 这款作品 问点今年的Demon World 主顾最佳游戏 每个月 每个月